这就是迪化街在有阳光的时候的样子 你看是不是跟普通的台湾的街道很不同呢 但是很漂亮的 上一次我们也来过这边 不过因为太晚了 所以呢就没有到处去走走 是那边咯 但是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来看一下 这个很古诗古香的 迪化街要十年冬 嗯 原来是鱼咖喲 哇 终于住在这里不知道感觉是什么 我们现在上去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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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的呢 嗯 嗯 古丁中的一个艺术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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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大家有一点点不同的 嗯 嗯 我我我最反而是先放了 我很喜欢这边的这次建议 其实很好的 这边呢 玩的很特色 那边那个是学校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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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你看那个是学校的 那边那个是学校的 那边那个是学校的 嗯 嗯 嗯 不 An Unf鉴 一下 一下 Vice 一下